你可是就是這樣的柳山人道林 那原始時代就是那最漂亮的寬木林 那早就不去了 那早期的這個林隧道 然後看到這個塔山山脈你就知道 看到台灣的千層派 OK 塔山一陣子一陣子 這頂的就是沙原 那一分一分的就是葉原 葉原像share stone 像貝殼一樣的葉 一葉一葉兩葉的二葉原 這個就是塔山山脈 這頂掛下的叫做什麼 阿里山脈 阿里山這個地什麼時候的命名 1904年 厚藤新平帶幾十歲 八極到萬歲山 大家在那拜祭高夫滿載 滿載的時候這一座叫萬歲山 那一座叫小立岩山 塔山大塔山 就叫厚藤新平的厚藤也 阿里山的整個山川地名 大概在那個時候底電 1904年大概是底電 我們的所有歷史 我都寫在上面 大概注意看一下 那這個是大小塔山下來 塔山有很多的神話故事 都是後來在編的 包括周獨的原住民的 他們就認為他們 那個 好的 死掉好的是鬼魂 就到大塔山 那個比較不好的就到小塔山 等等 那還有很多說法 隨便他們 你們上過我在講宗教知道了 怎麼創造 你們只要把它編得漂亮一點 拜託你們想像力豐富一點 神從哪裡來 在這裡 你要創造 所以昨天一個在問我的 他說 你看看 有他們看他們 無他們解決心 又創造 又創造 更漂亮 那些人就說 喔 那些人台灣的神話 怎麼這麼漂亮 那就是你的心 漂亮 台灣的神話 照法就漂亮 那些喔 傻的人就是像要咬他們對白 真的了解 那些 了解這個 種種的文化 的影響 你就會知道 我們這個心 會用到很不大 對吧 我們要怎麼把這些 這些人 帶來正面的 公民的一句 對 人們常常在說 啊 那些人為原青 拜託你 我們沒有那個人 啊 台灣人從來都是水我其水 默默承擔 只是 無大貴 通常不會 他在電影什麼聲音 做什麼 這是台灣人本來的天性 那這是八八在變之後呢 整個啊 那個小塔山之類的 登法 登法之下 來到這裡看到這個地方 大塔山 塔山啊 就知道先到了阿里山 進入所謂的國略林 最主要是柳山林地 給你們看看 在以前啊 金鐘很開墾的時候 哦 白孔千瘡 哦 哦 那些人啊 一路攻城萬地窟 這個說起來 就有 啊 好像許孝順林 那些什麼 替篩給你們 啊 當時給你看看 這條公路在開的時候 啊 整個炸山 整個